咱们国家最能衬托过年喜庆的文化物质 就是放烟花了 那它是如何形成各种形状与五颜六色色彩的 下面咱们来了解下它的生产过程与工作原理 这是在三哥那边一个制作烟花扮机械手工小作坊 现在制作的是烟花外面那个纸筒 它淋在纸上那种液体 应该类似我们过年用来沾对联那种江湖吧 这种直筒要拿到大太阳底下充分的晒干内部的水分 这是烟花底座下面那一层土 它叫黏土 它的主要作用当底层黑火要爆炸时 它就是底座与地面中间的缓冲区 当然还起到密封防潮的作用 这种黏土本身是没有毒的 但是爆炸之后会渗入一些有害的物质 烟花放完遗留在泡管内的土 你们尽量不要弄到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上去 直筒底层放入黏土后 就开始填充放黑火药了 它的化学成分为硝酸钾 硫磺和木炭等组成 要灌入多少火药的量也是有讲究的 太多了会把直筒直接炸烂 太少了又不能把烟花蛋送上高空 下一步就是要塞入烟花球了 它的内部虽说主要成分还是黑火药 但其组成化学物质相对底座的黑火药要复杂得多 比如说参入那后烟花的艳色反应就有了黄色 参入铝是白色 铝和丝是红色 铜是蓝色 还有木炭粉 铁粉 铃粉的加入就能做出小闪光 小亮星 小尾巴 最后呈现在我们眼中的就是多姿多彩的颜色 关于各种造型那就是烟花的灵魂了 它和光珠的排列组合有关 比如排列成星形 爆破后就成星形烟花 排列成球形 对应的就是球形烟花 还有像这种几层一圈圈的烟花 它内部加入岩石层排列成几圈 然后放入几种不同的光珠 最后无力呻吟一下 烟花是咱们中国发明的